先由Tesla开始讲起 Tesla今天有一宗很大消息 传说它可能会推出一个平板车的计划 一个平板车平到多便宜呢 美金两万五以下 美金两万五以下大约是人仔二十万 人仔二十万 这是一个类似小型的Model Y 它预计全球要卷四百万架便宜 四百万架便宜 产能哪里来呢 北美二百万 两家大厂 再加德国一百万 再加上海一百万 如果它真的卷卷 现在也不是短期内做到 这个是要慢慢卷卷 这个建基于上次的投资者大会 他就说 未来Model Y 是可能会有一个成本减半的方法去生产 那就是将整间厂的生产 再简单点 再便宜点 令它能够做到一个成本这么便宜的车 如果是这样的话 先不讲国外 国际的电动车 中国的电动车 我想 真的大地震 你本身经意不够做的 本身经意蝕着来做的 本身都要放血的 你还做个便宜版车 怎么办 所以当初我有点 我担心 如果你真的卷卷了国内的电动车 要找你算账 但这个想法似乎未发生 那我就 我收回了 这个预测是短期内错的 我不会说这些很长远的 我本来以为他会卷卷 他卷卷到电动车死死下 内地电动车 可能他卷卷不下跌 比亚迪 所以 没什么人说他 和增加内需对于中国来说 都是一个有好处的东西 似乎他暂时没有什么政治风险 比我伤中 比我伤中没有 一些政治风波 这个Elon Musk 你真是厉害了 那么 回答到网友的问题 怎么看Lucid 我认为其实电动车根本是很难做的 是很难做到有这个profit margin 不是电动车好做 是Elon Musk 劲臭 为什么Elon Musk 这么厉害呢 我在黄金屋里说过 整个他制作过程 他不只是做电动车 他也做了这个火箭 SpaceX 而这个火箭的过程里面 其实有技术可以帮助Tesla 所以其实暂时只有Tesla 另外的竞争对手 Vivian是比较好的 Vivian是有点充劲的 先看看股价 他刚刚宣布 他预计今年的产能 5万架 有些希望 但是你看到距离 距离 理想就更 距离 距离 扭转局势 还有一大段距离 这些我当然不会鼓励 买 你说我把它存好 我都 除非这些钱 真的很不等小 但是为什么要放到 我有间接 我用Ford 因为Ford有投资 OK 第二 就是 Lucid Lucid 产量大约 10万 1万 1万多架左右 Lucid 所以 又是 有排 有排也未有得搞 这些有排也未有得搞 最差就是Nicola 是吗 我们讲回中国的方面 我曾经说过 中国 其实 剩下几个 最后的主题 去炒 电动车绝对一个主题 当初为什么电动车的热潮那么厉害 当然比亚迪 但比亚迪也做了很久 比亚迪也做了十几年 为什么会这几年才炒热呢 当然因为Tesla 当然是Tesla 一个人 一间公司 令到整个电动车的行业 爆了出来 这个很夸张 见到中国就不停做 他不单 为少你 还有很多 什么 极客 行辞 整排 整排 大部分都蝕钱 大部分的 孖短都极低 孖短 这里 这里 要跟大家讲讲 其实中国的制造业的 本质和模式都是这样 为什么中国制造业那么厉害呢 这是公认事实来的 他一开始 用中国特色的方法 去拿了你的技术 可能是技术 技术转移 这是国策 或者是不成文的国策 你在开厂 你给我一些技术 拿了你的技术之后 然后他用更加便宜的劳工 更加低的成本 以及最重要的是 极大的产量 极大的产能 极大的 Mass Production 然后就去添赢你 这个是中国的 为什么制造业 是这么厉害的地方 他在抢技术方面 是无所不动其极 然后他在压低成本方面 也是超强 因为他什么是法例 劳动 全部都不需要理 然后他在打爆你市场里 也是很厉害的 再加上他有国家的 有这个模型资手在 不要那么多竞争 剩下两三间 然后 脱荣而出者 他又会上面灌顶 然后 就用来想杀出世界 这个模式 基本上大安 80%的产品 全部都行 是有几样东西 而这几样东西 就奠定了整个科技发展的一个关键 第一就是晶片 晶片这个东西 你是量产不了的 你不是说 不是说 第一样东西 那个技术不是说你拿就拿到的 那个 酸泼半导体最成熟的技术 为什么做不到呢 又这么说 其实很多 极精细的技术 中国都做不到 因为去到极精细的技术 这就要说 企业管理 公司文化 不只是说利益 去到那些位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说创新 那么 譬如 我说这个比亚迪 比亚迪 是很厉害 他怎么起家 现在他就变成了王道 他也是抄回来的 很多东西都是 当然他 大家不认识 你知道比亚迪是怎么起家的 他当时 他是 在 05、6年左右 他有一架 叫F3的模特 爆出来 当时的人被认为什么呢 就是 窮人版的 丰田 很过瘾的 你找到 在内地搜索 搜索 找一些图 他称为自己的 债中极品 债中极品 其实那时候 就是说 他 丰田 想找比亚迪 帮他生产 帮他生产 他拿了这个模 然后就自己去搞 究竟似不似 我不懂车 我就不知道 这些算不算有什么犯不犯规 我不评论 OK Tesla 他的底盘也是抄英国Lotus 不过别人有买专利 比亚迪有没有给专利 丰田 我不评论 我不评论 你抄了别人的东西之后 你是可以有权变得很厉害的 比亚迪就变得很厉害 而且比亚迪本身是搞电池出身的 现在他自己最骄傲的就是刀片技术 因为电池的成本是佔整个电动车的一半 他拥有他的电池技术 所以为什么比亚迪可以买得这么便宜 这是一个中国的制造业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他自己有最便宜的成本技术 他拿了你的款式 然后困在一起 他就屈肌了 他现在的成本便宜到 比亚迪可能是10万8万一架车 那你就坎赢了 比亚迪的利率是17%左右 他净利率是3-4% 他的利率这么薄 100元的车车最后是赚3元 Tesla 大约赚15元左右 大约比亚迪高4-5倍 但是不要紧要的 因为你在中国里面 那个营运模式就是这样 首先你要把人家的款式 又要再说 做得这些款式其实是经过千除百年 人家是经过无数的成功失败 成功失败 成功失败 然后创出来做很多研发 做了错误 这个错误是要经市场经济去淘汰 譬如可可乐 他做了很多千奇百怪的味道 最后这个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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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无糖也OK 最后这个什么柠檬味也不行 芬尼腩味也没人要 你不断要试这件事 你试了一样东西 在国际市场做得了 中国就脱了来做 又反过来是你自己自投罗亡 你要找中国帮你量产 中国就这个款式 原来得我脱了来 塗我的印 然后我量产 然后我再赢你的市场 这个就是中国的 之前的那个 营运模式 那好了 现在这个营运模式会面对几个问题 第一讲就是有些 有些技术你是 你是抄不到的 第二样东西 就是当以前给你抄 因为我要在这里做 如果我现在不在这里做 你有没有可以抄呢 或者大家认真看待抄这件事 知识产权这件事 还有 就是 当我的技术 不是在你那里做的时候 你怎样去做创新呢 你当你没有创新 没有最新的款式 你还能不能够 打出世界呢 这些是一连串的问题 但我们不要说禁言 我们先说 比亚迪 他可以做到很便宜 他做到利润很低 但不要紧 中国的大企业 都是类似这样的情况 纳了 纳了人家的浪 然后他用他自己便宜的成本 再加无限大的市场 他的data base 然后做得比你便宜 然后到了最后阶段 当他做到一个名字出来的时候 他就不断地大吃小大吃小 比如这个腾讯 比如这个阿里巴巴 他可以不断收购其他东西 你就没有任何挑战者 当你的名气 你的品牌到这么大的时候 你是可以做到很多生意 你可以不断地钱赚钱 这个就是外国 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 比亚迪 他是 他不一定要 他当然很想 把near profit margin 提高 但他深知道 他最重要的 他是保持 电动车 一哥地位 保持market share 和保持 不要被人挑战 这件事 他是会生存到的 因为他成本更便宜 他怎样都会比Tesla 但其他有什么 魏小利 还有那些 極黑 那些 就做不了 做不做到和生存到的两件事 为什么中国突然爆了电动车 因为这件事可以用来吸禁 中国很多时候有些主题 都是突然间这个世界当炒 尤其是纳指 科技 为什么 3月 香港的科技股 突然升了上去 有主题炒 这个是 集资最好的途径 就是我有个主题 我砰大了 然后去集资 去上市 然后还做到 第1个关人 美国也有这样 你不要说只是中国 美国也有这样 这些就叫割韭菜 就是割韭菜 哪有这么多公司 突然间会很想做电动车 美国也是因为Tesla做完才突然又爆了一间 真正会做到 是很难的 你想想 如果真正做到的 都应该是传统车厂 当然Tesla不是传统车厂 但因为它是Elon Mars 所以 希望回答到这个网友的问题 我不是 Lucid 行不行 我用藉主这个问题 其实全部都不行 全部都是熬的 现在更加难熬的 就是因为融资成本大增 OK 在中国方面 看国策 如果 习主席觉得 电动车 顶住 这个鸡头 是吧 继续补贴的 那就可以养了 这班 如果养了一个位置 就受不了了 那就死了 是吧 古往今来 所有中国的企业 都是这样的 没有意外的 你想想 曾几何时 炒基建 曾几何时 炒电讯 曾几何时 炒保险 曾几何时炒内银 是吧 这个电动车 对于中国来说 只是一个 曾几何时的行业 就是这样